艺术深入民间巷弄,让民众在生活中体验美感经验 平北社大文教发展协会理事长郭慧欣表示 陈冠青老师从厨师跨界当素描班老师 对于创作与教学是非常有生命力与深度的 我是平东县社区大学文教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郭慧欣 那我也是陈冠青老师的小小粉丝 因为陈冠青老师早期是一个厨师 然后他就跨业,然后学习艺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跨界 所以他的生命其实是很有深度的 那这样的老师能够应邀到平北社大 在潮州地区开绘画艺术的班级 而且每一期都额满带领了我们的潮州的证明 可以带着一种很轻松 但是又有专业指导的人这样的来引导 当他放下厨具,当他放下锅铲的时候 美感其实也在他的生命里面发生 所以艺术不是属于独立创作者的 它其实是一个长民生活 所以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在推展 社区学习最大的用意 我们很开心陈冠青老师 这么优秀的老师能够投身在 一起推动社区艺术学习的事情上面 所以很开心我今天是来看画的 嗯,谢谢你 透过陈冠青老师所开办的素描课程 让学员五十五课都能拿笔创作 郭慧欣表示 艺术需深入民间巷弄 美感的体验就在生活中 十方新闻 黄慧如检御林屏东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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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